俄羅斯總統普丁宣布 從四月一號開始 對俄國不友好國家 購買天然氣 必須以如布支付 否則將終止供應 榜上有名的歐盟 有三分之一天然氣 向俄國進口 不過德法認為 這是違反合約 拒絕接受 將未可能的停止供應 做準備 俄羅斯引領俄乌戰爭 造成的石油飆漲 美國總統拜登下令 釋出戰備除油 從五月份開始 將每天釋出最高 一百萬桶石油 為期六個月 釋出的總油量 可能多達1.8億桶 消息傳出 國際油價水質大跌 西德州中極原油 下跌7%到每桶 100.28美元 伦敦北海部 伦特原油 下滑4.8%到每桶 107.91美元 拜登同時要求 美國石油公司增產 如果不配合 就會開罰 不過石油輸出 國家組織OPEC Plus 卻無視西方國家要求 大幅提高產量 只願意維持小幅增產 而受到西方嚴厲制裁的俄羅斯 顯然不斷地放大絕 拜登表示普丁似乎把自己隔離起來 並且有一些跡象顯示 他已經開除一些木樑 甚至將他們軟禁在家 接下來會有何動作備受關切 記者綜合報導 吃麵 喜歡吃水餃 總覺得少一味的 來 這一罐是什麼 海皇XO干貝醬 直接來這個QR Code 快點GoQR Code 來幫我掃一下 快點GoQR Code裡面 有很多中天嚴選的商品 喜歡的好朋友們 千萬不要錯過囉 好 好